早晨早晨 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2月5日 星期五 早上的第一節 一起去看看一宗好消息 話說加拿大移民局去年曾經宣布 會放寬對香港人的移民政策 尤其是要吸引香港的年輕人移民過去加拿大 當時曾經提過 說會有三款全新的簽證專門設計給香港人 使大家可以拿到當地的永久居留權和入籍當地 到昨天 握太華當局有些新的資訊公佈 加拿大移民局昨天宣布了 從2月8日開始 將會有一項全新的工作簽證 專門開放給香港人來申請 根據這項全新的工作簽證規定 只要任何的香港居民 在過去的五年裡 獲得了加拿大的大專民憑 或者是大學學位 又或者是持有相等的外國證書 就可以申請加拿大的三年工作簽證 換言之 在過去的五年裡 絕大部分的香港大學畢業生 都是合乎簽證的最低要求 當然要注意自己畢業的院校 是不是加拿大當局所承認 而且在這份文件當中 他純粹提到 post-secondary diploma or degree 即是專上文憑或學位 他沒有限定什麼學位 當然可以是學士學位 即是本科生 又或者碩士班畢業 或者是博士畢業 應該都是無任歡迎的 因為他沒有說是什麼degree 總之是degree就可以了 嘗試申請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尤其是那些 如果沒有BNO護照 就更加應該要密切地留意一下 加拿大當局的全新途徑 當然這項全新的工作簽證 就適用於持有特區護照 或者是BNO護照的香港居民 即是無論你拿哪一本都好 有護照就可以去申請 而且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申請人是不需要確保 自己在加拿大已經有一個job offer 即是說你什麼都沒有 你沒有人沒有什麼都好 都是可以申請的 去到當地再找工作都沒有問題 所以其實那個門檻 就已經低了很多 根本上就是賣大包 所以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凡是那些剛剛線大學畢業的學生 當然就不要去大灣區工作這麼笨 對不對 現在加拿大開放的門路給你去的時候 又試試去闖一下 其實這件事就沒有壞 一來 去到當地你也是三年工作簽證 如果做得好 在當地站得穩 那你一路繼續下去 到時候又可以申請封業卡 即是加拿大的永久居留權 再然後又可以入籍加拿大 那你說多好 又或者如果是 萬一去到也是混不著 或者都不適應的 又或者 原來三年之後 香港發過豬頭的 那又可以回流的 根本上這件事就叫做進可攻退可守 對於一個剛剛大學畢業的人來說 試想一下 一個人剛剛大學畢業 17歲就讀大學 現在應該是 即是中六就升上去 17、18、19、20、21 讀四年時間 你也是畢業21歲 正常沒有留班 21歲 那你去到三年以後 都是24歲 那你說有什麼書呢 這些就叫做年輕就事本錢 而且照計一般人來說 剛剛在大學畢業 都不會有什麼事業基礎 所以你所放棄的 一定是比起那些在職人士 是為之少的 你不會說 你要僱著有一份職位 幾萬元一個月 要有一頭家要養的 上有高堂 下有子女 照計未有 21歲那麼年輕 那你就去試一下 而且 今年香港的經濟 都不是那麼好 如果是今年畢業 而又未找到工作 其實就應該疊心水 申請這個三年工作簽證 根本上就是抵到難 你去到當地工作以後 你根本上 一抵捕那一刻 那個年期就開始計算了 到時候又可以 拿這個永久居留權 又可以入籍當地 那你就多好 所以那些合乎加拿大當局 所提出來的 學歷要求的 合資格人士 就很應該 動高床板 認真地來想一想 這件事是很划算的 夠划算你要申請 不是那麼容易 另外那兩條的移民途徑 又是什麼呢 加拿大移民局局長 這個門迪奇諾說 會在今年的稍後時間才推出 首要的對象就是針對那些在加拿大 已經有最少一年工作經驗 並且符合語言和學歷要求的香港居民 即是已經住在當地了 次要的對象就是什麼人呢 就是加拿大大專院後畢業的香港居民 他們畢業完以後就可以直接申請這個永居權 詳情遲些就會公佈 即是說之後所公佈的兩條途徑 主要都是針對已經在加拿大的人 所以現在在香港的人 你就應該要申請這個 全新的工作簽證 又不需要確保當地已經有一份工作 總之你肯申請就可以了 其實那些大學畢業生 自己都很應該就著香港未來的趨勢 來想像一下 究竟香港是否適合你去就職的地方呢 比如說你做一份職位的時候 要上位的時候 究竟是你先上去 還是讓港票人士先上去呢 其實大家都想到這件事情 根本上很多職位 尤其是我經常所說的高黨次的 高薪酬的職位 尤其是中資企業的職位 很多都是請港票人士去做的 那你說你純粹一個香港背景的人 能不能夠跟這些人競爭呢 如果被你請到一家大機構做 上位夠不夠這些人快呢 或者你能不能上位呢 這些都是應該要考慮的事情 還有就是 你昨天也看到 林鄭無厘頭說要推動五大工作 其中一樣就是要 引入那些非本地培訓的醫生 他今天可以移動醫生這個範疇 遲些他又可以移動其他的範疇 尤其是你現在整一堆這樣的人 免事走進來香港執業的話 等同於承認了別人的資格 當然林鄭昨天沒有說到 會承認大陸的醫生 那個詳情 今天就會由陳肇始局長來公佈了 究竟成不承認 問題就是他就算今天不承認也好 難保他一早都不會說不承認 他今天只要開了個頭出來 他可能承認來自英國 美國澳洲那些醫生 這個可能是第一波 難保他一早不會又修改規則 整個第二波出來又承認大陸那些醫生 這件事是沒有人可以預計得到的 你也不能說他永遠不會這樣做 這件事就是 他今天可以移動醫生這個專業範疇 他明天又可以移動其他專業範疇 比如說社工 律師 護士 教師等等 所以 香港大學的畢業生 真的要想清楚 當香港 真的承認大陸那些 所謂專業資格的時候 就會引誘很多人來做事 你的職位就會貶值 人多自然 市價就會低 所以那些大學畢業生 真的要想想這條全新的路徑 是很划算的 三年工作簽證 給你三年去到之後 都是二十四五歲 在那邊做得好 就繼續做下去 步步高升 做不成都還可以回來 你回來都沒有損失 都是二十四而已 不會說差別人很遠 所以真的 如果我是二十一歲 我也申請 好了 接著說回大陸方面 到底會有什麼反應 暫時還沒看到 但是 加拿大現在這個三年工作簽證 其實又跟BNO的5加1簽證 是很不同的 因為中國和加拿大之間 他又沒有簽訂什麼聯合聲明 而且這個純粹就是 加拿大自己移民局裡面 調整了一些政策 放寬了給香港人的移民 這個就是屬於加拿大的內政 你說大陸方面 到底會不會作出一些什麼反制 我自己看就未必 第一 你做任何的反制的時候 你必須要出師有名 大陸反制BNO的5加1簽證 他起碼拿了那份歷史文件出來說 無論你認為他有道理也好 或者沒有道理也好 他也有一個基礎 就是拿那份中英聯合聲明出來說 你說加拿大現在這個全新的工作簽證 他可以拿什麼出來說 第二件事就是 如果真的要對於這件事作出反制 搞到最後 其實就是會變成取締雙重國籍 這件事其實大家都會看到 在他內部應該是有些阻力的 如果沒有阻力的話 已經做了 因為你一取締雙重國籍的時候 其實牽連甚廣 不是牽連到一般的平民百姓 而是牽連到那些精英階層 尤其是在過去這二十幾年以來 到底有多少大陸的權貴 是通過一些他們自己的方式 不知道是什麼方式 拿到香港的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從而拿到特區護照 又作為一個跳板 又移民去到外國 這些哪有統計數字 對於那些人來說是會受影響的 現在是主要影響了那些人 香港住了很多這些人 這些港票不是新移民 港票全部有錢 所以一動到雙重國籍的話 就會有這班人的利益 這班人當中有多少是上邊的權貴的二代 或者是三代 可能有很多 哪個知道 這些是沒有統計的 所以就要照顧那些人 所以就加拿大這個簽證 暫時我還沒看到大陸 會採取什麼反制措施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